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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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起来 给我起来 说 你是怎么获过新兵考试的 来着 把他带下去严加审讯 看看是谁逊此舞弊 不 大人 大人 你 这给我有机会 大人 你们给我听好了 我最恨的 就是鸦片 大清激热 自鸦片战争史 你们给我记住 以后还有谁敢吸鸦片 一个字 斩 四千新兵全部到位 加上从淮军旧部精心挑选出来的三千人 小战已有七千人马 现在 就差将官了 魏弟兄 瞧瞧 聚贤告示 是 她们可以 女卓 一辈子 她们 没有 一辈子 她们 一辈子 等着 士凯小瞻练兵 广招各路才俊 求贤不拘一格 中的西的都行 莫作李广之叹 今朝保国请应 大才啊 菊仁兄 好好 就是他 你可千万别对人说是我写的 不能够 这等狗屁文章哪能出自菊仁兄之手呢 那如果有人问起呢 我就说 是一个连秀才功名都考不取的 蠢蛋写的 谁呀 我 远哥 远哥 你就别走了 远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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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走了 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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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舍不得自己 不走以后 你们都要好好照顾自己 啊 不听话 远远哥 我们不舍不得自己 远哥 远远哥 兵君 有个叫袁世凯的 正在招兵买马 我跟他是拜把之交 你带着我这封信哪 去找他吧 同胞 同胞们 我姓孙 我叫孙文 我们现在居住在檀香山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忘记 我们是中国人 那么是中国人就应该 想一想几万里之外 我们的国家还极为贫弱 何以如此啊 那是清朝官吏在欺诈我们 是清朝的政权腐败而专制 我孙文 今天 请大家解囊相助 来 请 你 我说你就别闹了吧 你的这些革命的事呢 我是听不懂 可是你在这儿 卷了好几天了 也没人卷几个钱哪 这多可怜哪 你这么年轻 身体又挺好的 你还不如去找个正经活 娶个媳妇儿 好好过日子吧 你就别闹了 真是的 闹什么闹 阿婆 你 你的名字 记着 檀香山的一位革命阿婆 捐款五美分 刚才那个阿婆捐款五美分 别说你是孙文哪 先生要捐款吗 人家都叫你孙大炮啊 好好好 大炮不敢当 孙文便是我 我告诉你啊 朝廷正在通缉你这个革命党 相当同志们 捐款是自决自冤 而且为了我们 你让我捐款 对对 这这这 好吧 那我就捐吧 哎 我说孙文哪 你还是赶紧走人吧 要不移民局 刚才这位师事捐款五美分 你 同胞们 同胞们 潭香山的同胞们 潭香山有一百二十八座火山 那就是一百二十八道共和革命的火种 潭香山有两万五千名华侨同胞 那就是我两万五千名革命兄弟 你们海外同胞捐钱 我们国内兄弟捐命 你们每人捐款五美分 那就是上千的美元 我们新中会就能进行一次反清的革命 我说一仙哪 你也是挺大的人了 家里有妻有小 你就不能好生地在家待着 你的媳妇怎么办哪 你们就不能在一起过日子了 潭香山的穷人哪 比富人更有革命思想 你说什么 说你媳妇呢 她是个好人 但她帮不了我 可人家在家里给你生孩子 带孩子 是啊 是啊 她是生孩子 所以啊 我也不想老耽误她 想什么呢你 你敢 我呀 我 我回头把孙科给你带过来 你跟嫂子管着 你儿子 给她娘管着去 我小时候还不是你带大的 我算是倒了八辈子没了 管着你这么个不着调的小祖宗 你 哥 这次 筹得款 还不够搞一次反金起义的 我想先到日本去办个学堂 你那革命牛 就是那个 我没牛了 我都看见了 好多母牛肚子都大了 她将将将将来生下小牛肚 不就可以换钱吗 你呀你呀 你想毁了我呀 就这样 到时候 你把卖牛肚的钱给我送到日本来 那要等小牛肚生下来 再涨一涨 才能卖上好价钱呢 不急不急 我现在不着急 可我着急 哥 你真是我的好哥哥 你真是我的革命的哥哥 真想掐死你 刚才你说到日本去办学 学堂的先生请了吗 康有为有很多弟子在日本 都是些有识之士 我准备请他的弟子来当老师 康有为 不是你跟我说的 他是保皇的吗 我搞的是共和革命 他搞的是君主立宪 是不一样 可要实行那个宪法 政治 那都是一样的 宪政 康先生比我研究得早啊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脑袋官 是怎么想的 别人知道的你不知道 别人不明白的你都头头是道 老师 老师 孙文信上的意思是说 让您派个弟子到日本帮他办学 去 这事一定要去 孙文闹共和 我们要军县 本来道不同不相羽毛 可是 是 卓如啊 好 你做我弟子有多久了 整整八年了 八年了 国事灵仪啊 这些年 我带着你们奔走南北 建立强学会 圣学会 保国会 为的 就是建立议院 掌握民权 移救中国 这些 这些 都要靠 有一个好皇上 才能做得到 可如今 如今 我是望上者 一无所望 两次尚书 都石沉大海 咱们的皇上 到底是怎样一个皇上 老师 皇上 恐怕根本没有看到您的尚书 不管他了 就叫徐秦去日本帮着孙文办学 具体的事儿 你来安排 告诉徐秦 叫他别忘了 他可是我的人 是康门弟子 是 强学会讥访执政 藏匹人物 邪险妄议 毒乱陈兵 特命步兵统领衙门 查朝该会 着际严禁 什么 抄了 是啊 步兵统领衙门的人说 查朝强学会 奉的是军机处的命令 翁同河 我还怀疑老师的两次上书 是不是都扣在了翁同河那里 依我看 先回广东 再绝进退 好 唐大人留步 请康先生捎带片刻 我家大人随后就到 你家大人 你家大人 你家大人是谁啊 我有睡晌午觉的习惯 一个学生进来告诉我 康先生要走了 记得我匆忙起身 胆出城来 连鞋袜都没穿好 你看 请 翁大人 一边派人查朝我强学会 一边又亲自上演一出追寒信 翁大人的道德文章 在下早已领教 不过 这其中的文章道德 倒要当面讨教啊 康先生怪罪也事出有因 我怪不得康先生 就闻康先生大名 我也很想有缘见康先生一面 与洪如谈笑 切错学问 已是久违之乐事 我还想听听 先生讲述事丰民情 村也去世 无奈我身居庙堂 暗毒劳行 一直抽不出空来 比不得先生 闲云野鹤挥洒性情 听说先生两次造访 可惜我与先生缘浅 孔子访洋货 师在洋货 不在孔子 特向先生致歉 翁大人身居中枢 不用跟在野之人虚仪为仪 康某狂妄向翁大人尽一言 脱身明拙 展才济世 康某半生所求 凯然有揽配澄清之志 今日方知 人微言轻求诸得目我 翁大人一代帝师 官崇严重 庆祝皇上辩法之事 就拜托您了 朱君到了日本 常常看到这么一个词 民权 全称民主权力 可那是人家日本国的民主权力 咱们中国还没有 我也坐下 要做大家做 我这个人喜欢平等 我们中国人 要想争取自己的民权 就要革命 就要推翻专制政府 才能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 一旦到了那一天 朱君都要做民权的先锋啊 老师 民权是干什么用的 首先是选举 选举议会议员 选举政府官员 让他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 去立法 司法 行政 老师 选举怎么选 请坐 首先是普选 号召人民都来投选票 比如说 选举参议院议员 每个人都去选他自己重义的人 让他们在国会代表你说话 这就是代义制 老师 他要是变了呢 比如我们选了他 他却被官方收买了 不替我们说话 那该怎么办呢 这就叫做腐败 如果他的腐败被发现 就要立刻弹劾他下台 倘若他逃脱了 你 在下次选举时 就要揭发他的丑心 号召人民不要选他 大家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来 谢谢先生 哥 你来了 你这小祖宗要我来 我敢不来吗 哥 起意失败了 我把你跟华侨的血汗钱都 都花完了 我知道 你干的是大事正事 我听说 你许多钱被那三合会的黑老白白骗去 后悔莫及 快点 俗话说 走吧 此不长兵 亦不长财 你啊 对人太仁义 太轻信别人 这才是我最担心的 其实我倒不这么看 三合会的黑老确实骗了我的钱 我想 他骗了我的钱 他心里应该有愧 有愧的话 他就不会反对我 而且 还会对我进行的革命 说几句好话 如果这样的话 我看 也值得 钱我给你带来了 你呢 赶紧把它换成日元 这可是两千头牛啊 一半是牛犊 要是等到开春再卖 价钱就好多了 可你要得急啊 不不不 不是我要得急 是事情太急 是 起意失败之后 我逃到了英国 我走访了欧洲的很多国家 现在又逃到了日本 哥 我越接触西方的先进文明 我越感觉到我们的国家 是那样的灾难深重 我感觉到我们的民众 还在沉沉昏睡 我真恨不得站在泰山之点 我大呼一声 快醒醒我的兄弟姐妹们 快醒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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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姐妹们 快 好好好 哥 我们要赶上西方的先进文明 我们就得赶快 当然我们要从基础做起 我们要租学堂 要聘请老师 还要拿出很多钱来买武器 这都需要钱哪 你呀 自己没钱 却是个花钱的祖宗 等你革命成功了 我早就倾家荡产了 这次我又把钱带来了 要是再不成功啊 你就到我那农场去 当名医生 还可以帮助我管理农场 好吧 你怎么把名字还了 没有啊 同学们都说啊 中山学堂 是以你的名字起的 那不是日本名字 是是是是 是有几个日本朋友 给我起了个日本名字 叫中山桥 哥 宋文 不是被清朝政府正在通缉吗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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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好东西 别处弄不到 军方来的 有多少这样的东西 请问要多少 马克欣 我要五挺 手枪一百支 武枪三百支 子弹五千万 要现货 没问题 多少钱 马克欣 没挺两千元 一共一万元 手枪一百八十元 不全便宜 全部一万八千元 手枪一百支 全部三万元 算您一百余元 一共三万日元 运送货は半額の二万九千元 运费一半 两万九千日元 全部で八万七千元 共八万七千日元 到岸的家 秦国 广东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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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んなら もう少しもらんといかんね 那可要加价 不能加价 相反 要减价 撒开て 而交配族子弹 私は当然 すばらく 何事 あ 私は 私たちの人 に向きな話を それを渎る 不で 何事をしていた の中に 人間が 未来国家 共産 双齐 双齐 敬礼 敬礼 诸位 袁某 袁某今天高兴得很 你看今天 旧与新枝 风云即会 在座的诸位 都怀着忠臣孝子的心 想干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情 这小战 就是你们一展身手的好天地 胡袁某 没什么长处就是爱财 也没什么能耐 就爱交个朋友 袁某不胜酒力 今天满饮此杯 请 喝 喝 好 徐仁兄啊 让大家认身是吧 徐世昌 赐菊仁 菊仁兄 本朝文贵武剑 你已是汉令 何苦降阁从军呢 这个何用解释 曾文正公和李中堂 文才盖世 可到头来 还是武功名士 男儿何不带无钩 若个书生万户侯 说得好 好 兄弟张勋 原在五卫军当兵吃粮 至今 没混出个人样来 听说小战举旗招兵 我就投奔来了 这大帅一见我 先给我个中军侍卫处的副官长 大伙见证啊 以后 我要不给大帅好好地卖命 我张勋就是婊子养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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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 好 我叫曹坤 天津大孤人 年轻的时候 做些返布的生意 人们都称我叫曹三傻子 没事 没事 你们别笑 你们别笑 我人实际上不傻 我就是人有些老实 我原本呀 在义军宋庆宋大人手下当少官 后来在报上看到了招贤告示 就跑到袁大帅这儿来了 大帅看我虎行而生福相 封我一个步兵第一营的邦代 好好 好好好 好好好 坐坐坐 步兵第三营邦代 王世珍 炮兵第三营统代段祁锐 好 都操营务处邦办 冯国璋 这三位 都是毕业于北洋的武背学堂 后来一块到德国深造 精通西方的军事之学 学成归来 已是文韬武掠 不可多得的人才呀 坐坐坐 坐 来来来来 快走 老师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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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大帅 大帅 赵禀君 你来干啥 家父说 大帅和他八败之交 那你会干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 你什么都不会干 那我就留你住住了 可是大帅交给我的事 我保证能干好 那行 那你就留下吧 我有事再交给你办 孟恩远 孟恩远呢 孟恩远 大帅 诸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他叫孟恩远 原是管妓女的伙计 我告诉你 这骑兵就如妓女 他要是能管好妓女 就一定能管好骑兵 本大帅 任命你为骑兵第六营对关 多谢大帅 多谢大帅 来来来 坐坐坐 马三郡呢 王世贞 王世贞 管其锐 冯国璋 什么他妈北洋三姐 全是他妈狗娘养的 仗着在 洋人那儿学了那些狗屁玩意儿 竟敢到老子面前来显摆 豹哥 我看你啊 还是忍着点 大帅相信他们 没办法 相信他们 李中堂还相信我呢 你没看出来 那大帅的人全上去了 他们些李中堂的老部下 不吃香喽 我看 咱们还是回到李中堂那儿去算了 真像他老人家 还有 红二那小丫头 红二 红二这小丫头是谁啊 这小婊子是不是跟您咬一腿啊 你这张臭嘴再敢胡说 我宰了你 三哥今儿怎么了这是 再怎么着也犯不成为了一个小 小娘们儿 上咱们兄弟的和气啊 走开我不要你管三哥 我看你是猫叫吃的 要不要兄弟我先给你找个小婊子 出着火 他袁大人管天管地 还能管到咱们兄弟球蛋上的事情 你们两个干吗的干吗的 杀人了 你们两个干吗的 杀人了 我给你拼命了 我给你拼了 我要给你拼命 我给你拼了 我给你拼了 兄弟 兄弟 不能啊 三哥 你先来 兄弟 兄弟 你不能啊 兄弟 三哥 你还是来吧 兄弟 快点 快点 就是这儿 这儿 快 就这儿 就是这个院子 死我死了 青年民女滥杀无辜 这个袁世凯非杀不可 不然新世陆军纵使操练成功 最终也是个祸国殃民 可是 荣大人那里 要把文章做大做足 肖战新军 一年要花掉上百万响音 这里便一定有鬼 一时翻鸟 噢 兄弟 从表面上看 御史的折子谈和的是你 所谓可口军饷 纵容部下滥杀无辜 其实啊 翁通河真正的目标 是李中堂和荣中堂 你说得不错 以往军中出了这种事 多是交本部长官处置 如今呢 朝廷却动了大架势 要荣中堂以阅兵为名 亲自来查办 他们不知道 我也是荣中堂的人 这正是翁通河的阴毒之处啊 怎么说 你想啊 正因为你是荣中堂的人 朝廷的许多人 甚至包括皇上 就对你存了个疑虑之心 而荣中堂呢 却可能认为李中堂 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你敢说他怀疑的不对吗 而且 就算你是荣中堂的人 翁通河股东皇上派他来查办你 正要看他怎么查怎么办 多少双眼睛盯着他 我敢说 那些个监察御史们 又在磨刀祸祸祸了 荣中堂出担大任 正要树立威信 朝显正进 他怎么会因为你这并非嫡系的部下 影响他如日中天的仕途呢 说不定啊 他正好借这个机会要严办你 甚至杀了你 从此树立他秉公执法 大义凛然的形象 怎么说我在劫难逃啊 不那么简单 既然你认为你是荣中堂的人 那就应该再做一篇文章 让荣中堂真正相信你是他的人 这才是大手笔 我有个主意 卫婷啊 太歹奴了吧 无毒不丈夫 行 是条汉子 把强奸和杀人揽到自己身上 保全了自家兄弟 天下人都会佩服你的义气 好汉做事好汉当 娄子是我捅下的 我找荣中堂自首去 老子是什么来历 我倒要看看 那帮告黑壮的 能把老子告下个球蛋来 就行了 兄弟 这事东京闹大了 只怕李中堂也不好出面 那 我这一百多金就交给他人了 要杀要剐 随他们的辩 我不会连累你们的 兄弟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 你是个想义气的汉子 我袁世凯就是出卖朋友的小人 我就失说了吧 为了这事 我不光准备丢掉这顶乌纱帽 就是上刑场 哥哥也陪你走一遭 一这一到三个月 我们下刑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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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